而同样也是医疗的资讯 镜头带引到台东 台东因为地形狭长脚同不便 导致了离岛孕妇无法定期产检 而错失了安胎的时机 早产儿鼻率也居全国之冠 台东马街医院自去年开始 就有三位医师来提供接生 以及24小时高危险认诚孕妇的照护与处置 也呼吁偏乡离岛的孕妇应该留意产照 极度早产儿恩恩 在妈妈的肚子里只待了六个多月 就等不及退房 出生时的体重才六百五十公克 相当于一个宝特瓶的重量 由于脏性发育未全 需要更周全的照护 然而早产不只对新生儿健康有危机 对于孕妇而言 也是难以掌握的危险状况 如何去预防一些早产的话 会请怀孕的妈妈 平时要做一个规则的产检 然后平时保持心情疲劲 去减少一些重物的状况 台东因为地形沙场 交通不便 导致离岛孕妇无法定期产检 而错失了安胎的时机 遭产儿比率是全国平均的六倍之高 高危险认诊诊个案 平均每个月占出生数的三成 为了守护孕产妇及未出世的小生命 台东马基医院提供24小时 高危险认诊诊孕妇的照护与处置 并用三位医生提供接生 妇产科诊所或者是相关院所的话 可以评估是否需要施打类固存 去预防一些胎儿 出生一些呼吸窘迫的状况 另外在生产的部分的话 要去转送到有一些高危险认诊 处置的医院 然后同时他也要有新生儿科的医师 可以去做一些新生儿的照顾 民间俗宴 比喻妇女生产有着高危险性 台东马基医院透过与离岛卫生所联手合作 提供紧急高危险认诊孕妇及急重症新生儿的照护与处置 希望透过配套措施提早一步保护孕妇及胎儿 继续上次会台东市报道